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以来最关键性的外交突破 我们都知道随着国际竞争日剧激烈 追求自身利益的国际现实主义正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总统能够在重重的外交压力之下 清零教终的就职弥杀 显示中华关系在常年经营之下累积出足以存在中华民国总统出席大典的深厚情谊 另一方面我们又尊重地主国所表现出的低调自治 为双方留下了美好愉快的外交经验 更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外交模式 马总统强调外交是长年的累积没有奇迹 而在活路外交的理念里面就是希望最终我们海峡两岸能够从激烈又耗费的外交角力战中能够脱身 将过去零和的游戏转变成未来双赢的机会 本席认为活路外交的意义就是当我们需要捍卫主权的时候绝不退缩 而当我情势必须以迂回来前进的时候也必须保持有弹性 台湾推动活路外交 台湾才会有活路 台湾必须走出去就像这一次中华的棒球队参与经典赛中 集体奋战为我们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 我们必须发挥全体国人的智慧勇气与团队合作 为台湾找出路为国家共同来奋斗 让我们一起来为台湾加油为马总统加油